如何使用快速检测ART试剂盒 您应该已收到快速检测ART试剂盒 本视频将教您如何使用它 并将结果提交给我们的办公室 您的ART将包含这些物品 棉签、试管和测试盒 第一步 确保您处在一个干净的环境 并对手进行消毒 第二步 打开包装内的棉签 将棉签插入每个鼻孔内约两厘米 并旋转五次 第三步 从试管上取下白色盖子 将棉签插入其中 第四步 将棉签滚动十次 并将其保持在试管底部 滚动棉签时 轻轻挤压试管 使液体与棉签融合 第五步 取下棉签后 将白色盖子紧紧压在试管上 第六步 打开测试盒包装 从试管网测试和凹凸处加入4D液体 然后等红线出现 大约需要10分钟 如果只有控制线 C 线出现 则表示您没有冠状病毒 但是如果C 线和T 线都有红线 显示 那表示您有冠状病毒 就算它们不明显 如果您的检测显示您有冠状病毒 但没有症状 您应该立刻在家隔离 并不要与家人接触 在72小时内 再用ART测试一次 如果您已经80岁或以上 或者您的检测显示 您有冠状病毒 并且您已有症状 请转至您最近的诊所 进行进一步PCR检测 第七步 在一张纸上写下你的名字 日期和车牌号 并把它放在测试结果旁 拍下测试结果和这张纸 结果和您的名字等信息 必须出现在同一张照片 把照片发给负责人 请妥善丢弃您的ART 谢谢您 注意安全